广东大厨教我的八道 蒸菜做法 简直好吃到转圈圈 地道 葱油瘦丝鸡 盘中扣个碗 再根据家里的条件摆上几个新鲜的鸡腿 来上几片生姜 三两个红枣 一小把老公爱吃的枸杞 水开大火蒸25分钟 关火焖5分钟 鸡腿放凉后撕成条 这个碗里都是精华留着备用 锅中放少许油加蒜蓉 姜末 葱花小火煸出香味 再倒入小半碗刚才的精华 调味放盐 白糖 生抽 继续小火炒出酱香味 视频看到这了 点不点红心都无所谓了 只要您学会了 我就很开心 把炒好的酱汁淋在鸡肉上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葱油手丝鸡 香气四溢 鲜嫩可口 喜欢您就收藏做起来吧 第二道 白切五花肉 八块钱的五花肉上锅蒸熟 蒸至五花肉能用筷子轻松插入 并且没有血水流出就行 然后取出切成厚厚的薄片 碗里放蒜末 红葱头 沙浆 淋上热油鸡发出香味 调味只放生抽 和少许香菜 搅拌均匀 五花肉再配上至灵魂蘸料 鲜香滑嫩 肥而不腻 喜欢的话 你也安排起来吧 第三道 酸蓉蒸排骨 蒜末淋上热油鸡发出香味 加盐鸡精 少许白糖 生抽 蚝油 搅拌均匀 淋在八块一斤排骨上 再放入一勺淀粉 右手抓匀腌制十分钟 盘底铺上南瓜 摆上排骨 蒸二十分钟 鲜嫩入味 全家人都爱吃 第四道 糯米丸子 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 放入肉馅 加胡萝卜丁 玉米粒 葱花 盐白糖 生抽 蚝油 香油 两个聪明蛋 肉馅用您的左手反复抓扮摔大至入味 再用勺子挖出小球形 水开上锅蒸二十分钟 这就是晶莹剔透又特好吃的糯米小肉丸 饭菜一锅出的办法 特别的省事又好吃 吃上一口就会爱上 假期就这样做给孩子吃吧 第五道 西红柿囊肉 西红柿先打上十字花刀 切到西红柿底部 抛出西红柿里面的果肉备用 肉末中 加一个公鸡蛋 一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再把肉末填充到西红柿里面 水开 上锅蒸十八分钟 加蒸好的西红柿倒扣在盘中 剥掉西红柿 万一备用 油热炒香葱姜 放入西红柿果肉 炒出汤汁 加入滚烫的开水 把西红柿的汁水煮出来 把渣渣捞出来 加入少许胡椒粉 再用水淀粉勾一个芡 再把芡汁淋到西红柿上 撒上几粒葱花点缀 这样一道西红柿蒸肉就做好了 好吃又营养 特别适合炎热的夏天食用 喜欢的赶紧安排吧 第六道 菠菜正单 锅中水开加一勺盐 少许食用油放入菠菜 这样可以让菠菜翠绿不发黄 炒汤25秒后捞出 挤干水分切碎备用 碗中打入五个聪明蛋 给它搅匀 取小碗清水 加一点盐和少许淀粉 根据自己喜好 多加水鸡蛋会更嫩一点 少加水就老一点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淀粉 倒入鸡蛋液里搅匀 打去上面的浮沫 再将菠菜倒进去 搅拌均匀 最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水开上锅蒸15分钟左右 叠中加蒜末 葱花 生抽 陈醋 再来点辣椒油 好吃的蘸料就做好了 鸡蛋蒸熟后 改刀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再摆一个好看的造型 这样做的菠菜鸡蛋 鲜香滑嫩 非常好吃 学会了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一次刀 酸绒金针菇 去更后 再像我这样竖着切几刀 横着切几刀 摆成我这个熊样 火腿长切成片 放在金针菇上 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用热油炕香 加盐鸡精 蚝油 水开上锅蒸5分钟 然后淋上一勺生抽 撒点葱花 浇热油激发香味 香辣开胃 是不是很简单 第一把刀 白菜两肉 八毛的大白菜切掉根部 锅中水开 下入白菜焯烫28秒 烫软捞出备用 老板娘女儿剁好的肉末 加盐鸡精 胡椒粉 生抽 葱花 一个我下的鸡蛋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 调好的肉馅放在白菜上 两边菜一对折 像我这样卷起来放入盘中 摆成鞭炮的造型 水开上锅大火蒸8分钟 蒸出来的汤汁都是营养 我们留着备用 摆上葱丝 焦热油激发香味 再淋上一勺蒸鱼 齿油即可 这样做的白菜酿肉 有菜又有肉 营养均衡 炮 1940 修行 比较